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香港女子潘小盈与男友陈同佳来台旅游,却遭陈南杀害后妻尸,案发后潘女闺蜜向香港媒体爆料,指潘女怀有身孕,陈南怀疑被戴绿帽,才会很失毒手。 据了解,法医在潘女腹腔内确实发现另一组不同的DNA,几乎可肯定是一失了名,检警目前再次向香港警方请求司法互助,厘清胎儿生父是不是陈南。 21岁潘女与20岁陈南今年2月8日从高雄入境台湾,一路玩到台北,13日投诉北市南京西路一家旅社,17日却只有陈南独自退房潘女音讯全无,潘妇来台报案协巡,竟发现潘女遭恨杀气时,遗体凿衣服烂。 全案曝光后,港媒报道潘女闺蜜说法,指潘女生前发觉怀孕,心烦找密有倾诉,甚至被陈南怀疑出轨,犹台期间情侣还爆发争执,不排除陈南因此动了杀机,检警3月14日第一次解剖后,未发现潘女怀有身孕,港媒隔天报道后,还一度出澄清无证据现实怀孕, 却于同月17日再度重返病医馆,解冻遗体重新相验,依旧是为了进一步厘清一师两名传言是真是假。 据了解,是林蒂检署3月16日透过陆委会向港方提出司法互助,但对方是未回应,近日法医报告出炉, 正是潘女傅腔有另一组不同的DNA,几乎可以确定是胎儿,事件本月初赶紧再度请求司法互助,希望港方提供陈南DNA资料比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